對呀 它裡面的肉汁算蠻多的 好吃 它的皮薄薄的 不會太厚重 吃到那種就是那種 欸 歡迎來到台南吃貨日常 我是艾斯威 今天呢 我不知道這間好不好吃 我們剛才吃完龜仁的那一系列美食呢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資訊欄 還有影片說明欄 會放下我們之前吃的龜仁的美食 好啦 那我們一路這樣走過來有沒有 剛好經過了龜仁的黃昏市場 然後看到哇靠 港式的鮮肉包耶 然後我們想說按來吃吃看 然後我們經過的時候看到 還在冒煙 然後我就說啊 水啦 快要起鍋了 所以我們就停下車來吃吃看這間 到底好不好吃 我真的沒有吃過 究竟好不好吃我直接吃給你們 開始囉 好啊 我買到了 這個蠻脆的你看 好酷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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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啦 就是這樣脆脆的 好像是很酷 喔 它裡面的肉汁算蠻多的 好吃 它的皮 薄薄的 不會太厚重 吃到那種 就是那種 米粉的低咩 掰掰 它調味剛剛好耶 我覺得不錯吃 肉汁很明顯 這一顆才15塊 還不錯 肉很紮實 我之前有推薦過那個 全剩那個 肉的水煎包有沒有 那種 每天大概只有四五鍋 那我住歸人有沒有 就來這邊買 就可以知道吃到肉了 看 超滿足的 好吃 真的好吃 好啦 最後如果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加 分享 不要開啟小鈴鐺 還有什麼推薦的 鮮肉包嗎 還是水煎包 再幾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每週都是 晚上8點 準時三遍 下午見啦 掰掰